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两年全球疫情影响之下 国际经济环境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改变 请问联孙活佛您个人对国际各地整体经济发展的预估是如何 我记得在COVID-19来的时候 2020年、2021年 我本来都不是很看好这两年 但是在虎年开始的时候将有一个变化 世界经济将有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也是很难讲 在整个世界经济也是很难讲 有的国家是突飞猛进 有的国家还是萎靡不振 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呢 是持贫 这个在这个我们一般的挂里面是 急、贫跟凶都有的 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说 这个国际经济会怎么样 其实有的国家是急 有的国家是贫 有的国家是凶 如果要看各个国家 联圣活佛能不能 比如说给台湾经济打个分数呢 台湾的经济 我去年这个2020年跟2021年 我以前打的分数不是很高 但这个在虎年的时候啊 是60分 那美国经济能不能再打一个分数 美国经济啊 稍微好一点点 如果真正要打的话 70分 那中国大陆 这个是棋逢敌手 将益良才 也是70分 能不能给欧洲打个分数 欧洲呢 我打的分数啊 是65分 俄罗斯呢 俄罗斯 Russia 他是战斗民主 我们讲的战斗民主 他的有起有落 有起有落 这个不能够忘断 因为起伏不定 谢谢 连城火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